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此前在一次难得的访谈中 这位许多不见的歌谈天后 虽然表示难免会怀念昔日的风光岁月 但她却更享受如今有挚爱相伴的退休生活 因为对她而言 在经历过二段失败的婚姻后才迎来的幸福 比什么都要珍贵 那么在她身上到底发生过什么故事呢 今天便给大家分享杨小平的故事 时光飞逝 如今杨小平已经快八十岁了 在受访时她也直言 自己确实对歌唱十分热爱 但已没有重返歌谈的意愿了 因为她知道自己能够在结过两次婚的中年 再遇到真爱 真的很不容易 所以也更加珍惜 难得老来有伴 乐得过着无忧无虑的日子 享受平静的幸福 根据台湾光华杂志报道 杨小平坦言 十七岁就出道的她成名得早 对许多事情都懵懵懂懂 尤其在感情方面更是一点概念也没有 导致一路走来遭受不少委屈 在认识如今的丈夫前有过二段不堪回首的婚姻 其中 第一段婚姻是在她二十二岁那年 她说自己从小就特别有异性缘 在进入娱乐圈后 追求者不断 她在参与台语电影《全家福》的拍摄时 和副导演有了感情 之后更是不顾家人的反对 偷偷跑去公正结婚 怎料 甘愿为爱与家人闹掰的杨小平 在婚后短短的三年内 就遭老公无情背叹 对方与一名少事女星有了恋情 让伤心欲绝的她含泪提了离婚 但可别以为这就是最糟糕的情况 说起自己的第二段婚姻 杨小平至今都心有余悸 因为怎么也没想到 婚前无比浪漫的华侨前夫 婚后竟然变成了最恐怖的梦魇 杨小平的第二段婚姻 对方是刚刚离婚 并有一名女儿的美国华侨 在洛杉短经营餐馆 对方称对杨小平一见钟情 一起当时的情况 杨小平说 有一次我到美国巡回演唱 她在台下支持 过后就对我展开紧密的追求 一路追 跟着我到处去巡回 我一回到台湾 她的鲜花就送到 隔几天人就到了 难据对方的热情攻势 杨小平接受交往 两人就这样一个在美国 一个在台湾的谈起两地的恋爱 最后决定相聚 杨小平为了这段婚姻 放弃了歌唱事业 嫁到美国 当起家庭主妇 可相处两年后 杨小平感觉对方有点不对劲 她说 她常常以餐馆失业忙碌 中午都找不到她 后来才知道她去了前妻家里 她说是陪女儿睡觉 我自然心里很不舒服 不知道到底是不是真的陪女儿 但那时候我还是忍着 没有跟她吵 有一次 对方要去夏威夷 杨小平要跟着前去 但对方不让 后来发现 对方带了女儿一起去 杨小平说 带女儿去 也可以让我跟 那时我真的没有忍受了 就跟她吵 不料却被她打了一个耳光 有了第一次的动手 过后每每争吵 对方都会动粗 杨小平表示 最凶的一次 是对方不准她出门 与到美国来探访她的侄女见面 她一气之下 从阳台往下跳 伤到了左腿 在医院住了两个月 不止如此 对方过后还扣留了杨小平的护照 拿走她在保险箱里所有的贵重首饰 也霸占了她支付了三十万美元头七的房子 杨小平只好动用法律来讨回公道 并立刻办理离婚 历经两次失败的婚姻后 心灰意冷的杨小平 在最绝望的时刻遇到了值得托付终身的另一半 对方是前夫的朋友 在美国经营珠宝生意 因为不忍心她的遭遇而提供了不少帮助 两人因此产生了感情 不过最惊喜的是 这个温柔的男人 在听到他打算要回台湾时 竟愿意放下一切 与杨小平一起回到台湾 这也让杨小平见识到了对方痴情的一面 也认可了对方 于是两人便步入婚姻 并育有两个宝贝儿子 接下来让我们聊一聊 鼻音歌后杨小平的演艺经历 1961年6月 警备总部在没有任何预警下 查禁了257首国语歌曲 世锦小民喜爱的《三年》 《贾政经》等全部遭禁 1973年 新闻局从警总的手中接管歌曲查禁 到1979年 共有438首歌曲的内容触犯有关法令予以查禁 这首有古乐作曲 庄奴填词 杨小平主唱的《梦醒不了情》 就是在这一波查禁中 理由是歌词不雅 很多人也许不记得词曲遭近的往事 但对杨小平唱红的这首歌曲 却不会忘记 《梦醒不了情》是杨小平歌唱生涯中 真正让他开窍的一首歌意义非比寻常 杨小平 本名杨秀华 1944年生 台湾彰化人 在彰化西湖念完初中一年级时 杨小平接到学校留级的通知 本来就不爱读书的他 干脆一本书也不留全部给丢了 闲在家里无事 有一天 和哥哥到台北玩 正好蓝天康乐队在招考演员 抱着好玩的心里 杨小平和哥哥一起报名 结果只有他一个人录取 那是1961年的夏天 兴冲冲地回家报喜 谁知家人反对一个女孩家 跑到台北 说什么也不准 后来蓝天康乐队一再来催 杨小平的妈妈 才陪着女儿亲自北上 看看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杨小平的父亲 在西湖经营戏院 经常要到各地 去接洽戏班子来戏院演出 由于环境因素 杨小平有很多机会 接触到演艺人员 逐渐培养这方面的兴趣 还在念书时 杨小平就喜欢唱唱跳跳 时不时就在人多的场所 露一首 杨小平的妈妈 在台北待了三天 经过蓝天康乐队队长的详细解说 这才放心 把女儿留在台北 当时与杨小平同时接受训练的 还有白嘉丽 冉霄林 黄晓东等人 日后也都各有成就 虽然蓝天康乐队有专人传授舞蹈 杨小平仍自掏腰包 在外面学习其他的武艺 很快的 他就成了蓝天康乐队的台主 后来统一饭店组织舞蹈团 邀请杨小平去表演 并担任团长一职 这时候杨小平父亲的戏院已结束生意 没有了经济来源 为了照顾家里 杨小平接受统一的高薪 离开待了三年的蓝天康乐队 当时在统一表演的还有林松 张琼等人 每次演出都是大型歌舞剧 除了跳舞 杨小平还负责歌唱和另一位身材相当 歌喉 舞意义不差的张燕燕搭档演出 在歌在舞 颇受欢迎 后来 二人还常上早年电视的综艺节目 有些观众可能还有印象 当时的杨小平长相甜美 身材娇小 非常讨人喜欢 后来便自己单飞了 杨小平除了歌唱 舞蹈外 也跨进影坛拍电影 像和白蓝演出的 贼仔状元才 与为少鹏搭档的全家福 还有五色仙女 红孩 但这些影片都是小成本 谈不上成绩 自然成不了大名 虽然杨小平当时 已经引到了电影界的注意 之后也拍了几部国语片 但是都不是什么重要的角色 杨小平在拍《长江二号》时 认识了该片副导演宋廷美 当时杨小平已经有点名气 与宋廷美交往后 觉得任何事都不重要 在这个世界 只有他们的爱情 才是最神圣 最完美的 但是 家人强烈反对 认为二人无经济基础 不能只靠爱情吃饭 热恋中的男女 是听不尽这些的 交往一年半后 杨小平瞒着家人 偷偷与宋延美 跑去公正结婚 可惜这段姻缘只维持三年 主要是彼此忙于自己的工作 聚少离多 又疏于沟通 感情自然就淡了 最后终于分道扬镳 离了婚的杨小平 于是便把全副精神 都放在歌唱上 他真正走红 就是从此开始 唱片一张机一张灌录 估计有四 五十张之多 杨小平的歌声低沉 再加上特有的鼻音 因此给人浓厚的沧桑味 也形成他独特的风格 有些歌曲经他诠释别有风味 像酒醉的探歌 独木桥梦醒不了情 春天里的秋天 而杨小平本人最偏爱 对你怀念特别多这首歌曲 认为是他唱的最过瘾的一首歌 杨小平共有兄弟姐妹十一人 他排行老五 这个老五也是全家最顾家的 家里大大小小的事都由他打点 多年来 杨小平一直把歌唱当成主要事业 全心经营 成绩有目共睹 在事业的高峰 他红遍东南亚籍美洲 曾得过台湾 新加坡十大歌星头衔 及远东十大首席歌后 所以他有能力 持续不断改善家庭的生活 他的妹妹杨雅慧 弟弟杨庆皇也在他的照顾下 进入演艺界发展 杨小平也是歌台有名的理财高手 除了有多动不动产外 多年前他在新竹科学园区投资计算机雷射公司 获利不少 又和友人合伙生产乳酸菌 搭上流行的体内环保热潮 大家都赞美他做的 都是最先进的计算机和生化科技 他却客气地说 他只是投资 哪里懂这些高科技的东西 杨小平目前已淡出歌谈 并居于美国 他的两个小孩也在美国就读 且都是数学资优生 这也是杨小平最感欣慰的事情 他很遗憾年轻时没有读太多书 想不到儿子们为他正的颜面 虽然不再做职业性的演出 但碰到好友相约 他还会出现在荧光幕前 为老歌迷献上几首 令人回味无穷的老歌 最后 祝福杨小平在今后的人生中身体健康 幸福美满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祝你每一天都拥有好心情 欢迎在视频下方进行留言 同时大家还可以点点关注 更多精彩内容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期待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